2021年,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.1%,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,经济总量达114.4万亿元,突破110万亿元,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7.7万亿美元,稳居世界第二, 占全球经济的比重,预计超过18%,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0976元,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2551美元,突破了1.2万美元,年末外汇储备余额32502亿美元,稳居世界第一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